一花一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与人之间靠关系维系 有的人却不懂得如何维系好关系 宛如刷信用卡一样,严重地透支 而聪明的人却懂得如何维系人际关系 利用自己睿智的头脑 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色人群中 聪明的人深懂人心 从不透支与别人的关系 希望你也是聪明的人 一,好的关系靠信用维持 聪明的人懂得这一点 信用能衡量对一个人的信赖度 信用好的人信赖度自然高 而那些不想诚信 经常爽约的人 久而久之就会严重透支 与别人的关系 法国著名的作家大中马说 当信用消失的时候 肉体就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的肉体只能成为一堆腐肉 散发着臭体熏天的气味 从而人人必知 聪明的人在人与人的交集中 将信用放在第一位 尤其对那些在商场上竞争的人来说 信用简直就是他们的生命 失去信用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小何因自己的工厂 接了一个大单 却赶不出货而烦恼 如果爽约了 会赔偿一大笔钱 工厂面临倒闭 而更糟糕的问题是 工人并不努力工作 经常代工 原因是小何以前不守信用 答应过的是 一转身就忘了 这一次 他好说歹说 面对这几百个工人 信誓旦旦地说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度过眼前的难关 就一定会给更多的福利 工人信了 经过昼夜不停的劳作 祸出了 结果小何却赖账了 不给工人福利 迫于生活的压力 工人们不得不继续工作 这一天 那个出单的人又找小何接单了 在经过厂房的时候 听到工人的议论 心中对小何有了新的看法 当时转身就离去了 小何等了半天 没见到出单的人 于是打电话去问 对方的一席话 让他脸红而湿 一个经常拖欠 工人福利的人 有什么资格 与我们合作 先做好人 才来做事吧 以后我们公司 拒绝与你公司合作 说话不算数的人 总是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冥冥之中 他的结局早已注定好的 做人要本着一颗良心 一颗讲信用的心 诚实地做人 方能得到他人的支持与帮助 二 聪明的人懂得 看透不说透 凡事留一线 这个世界人心复杂 聪明的人懂得 看透不说透 凡事留一线 能不说就沉默 能不揭穿 就尽量不要揭穿 给人留一个面子 方便他人 也方便自己 畅音师口舌之快 而得罪他人 你能得到什么呢 得到的只有别人的憎恨 一辈子的老死不相往来 到那一天 你真的有事相求于别人 那个人肯定会狠狠地 对你一番奚落与包袱 其实世人都有缺点 试着包容与理解 如果硬要揭穿别人 人生失去的 永远要比得到的更多 在S公司会议上 领导在上面讲的 正毁声毁策 然而下面突然 发出了一阵笑声 这个时候领导怒了 朝着下面大吼 谁做的站出来 没有人站出来 因为这一站 就代表前途近回 有人知道吗 如果有人举报 我想重用他 领导的话又一次 飘荡在会议室中 当时并没有人注意 发出笑声的人 但何刚知道 是谁发出的笑声 因为他和发出笑声的 小柳坐在一起 他看了一眼 身旁的小柳 继而装傻地继续听着领导的训导 于是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过了一年之后 领导因作风有问题而被解雇了 上台的是一位中年人 道人的第二天 新的领导便提拔了何刚 工资长了一倍 弄到何刚 一头雾水 为什么新的领导会提拔自己 直到后来 才从小柳的嘴里知道 新的领导是小柳的舅舅 小柳一直心里感激 何刚的包容 没有揭穿自己 从而保留了饭碗 很多时候 对于人的小小缺点与错误 容忍一下又何妨 装傻一下又怎样 人生难得糊涂 聪明的人深深懂得这一点 三 聪明的人懂得欣赏他人 前些天同事小美和我说 她邻居家有个小孩 读书成绩很差 连最基本的十以内的 加减法都不会 有一次 她答应邻居帮小孩 补习功课 拿了十几根火柴 放在桌子上 让孩子数着火柴 学习加减法 数着数着 孩子就数错了 她说那邻居孩子时 右手里蓝虾秀发 口气有些精密 她说从来没有见过 还有这样笨的小孩 其父亲也不咋样 自己是老师 还不是一样教不好自己的孩子 其实 那个小孩的事情我略有耳闻 她虽然不喜欢读书 但她在其他方面却是胜于常人 她天性对电器类的东西 充满好奇心 所有玩具她都可以拆除 也可以重新安装 就连大人骑的自行车 她都可以维修 后来那孩子中学毕业就辍学了 拜师学技术 专专业维修电器 其实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也会有缺点 假如我们能从别人身上看到一些优点 而加以赞赏 自然你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是美的存在 正如哲学家培根所说 欣赏者心中有朝霞 露珠和常年盛开的花朵 漠视者冰结新城 四海枯竭 从山荒 懂得欣赏他人的人 必定聪明过人 哪怕别人是小小的优点 在聪明人的眼中 深知欣赏这一优点 必定对人际关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 欣赏并不是毫无底线的赞美 蓄意拍马 别人身上肯定有某一种闪光点 聪明的人懂得发觉了这一闪光点 从而激励着人向上 19世纪末 美国西部的密苏里 有一个坏孩子 他偷偷地向邻居家的窗户扔石头 还把死兔子装进桶里 放到学校的火炉里烧烤 弄得臭气熏天 他九岁那年 父亲娶了继母 父亲告诉他要好好注意这孩子 继母好奇地走进这个孩子 当他对孩子有了解之后说 你错了 他不坏 而且很聪明 只是他的聪明还没有得到发挥 继母很欣赏这个孩子 在他的引导下 这孩子的聪明 找到了发挥的地方 后来成了美国当代著名的企业家和思想家 这个人就是戴尔·卡内基 人生在世 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 而聪明的人深知这一点 而不是像有的人一样 别人有了成绩就视而不见 甚至冷嘲热讽 欣赏不了别人的长处 也不懂得尊重别人 同时也是尊重自己 聪明的人有聪明的举动 深懂人心 这样的人际关系中 才会如鱼得水 遇到的贵人才会越来越多 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